舞動的雙手撒下白色紙片 為佑花藝術節揭開序幕 走進佑花巷 不到一人高的佑花樹幹 讓前來觀看的民眾 仿佛置身小人國 台南藝術大學學生 巧妙運用佑花的低矮特性 打造藝術裝置 奇幻小屋 彩繪雨傘 壓克力星球 吸引大批民眾前來觀看 這邊其實霧氣很重 所以會起很濃的霧 然後柚子的樹又很低 所以我就覺得好像來到了 另外一個奇怪的世界 所以我就想要製作一件 有關於霧氣的作品 走進佑花園 學生看到保護佑樹的鐵網 便突發奇想 利用彩色棉繩襯托佑樹進行創作 就主要覺得他們這樣湊出鐵網 這些樹枝很特別 然後用編的 然後一些比較明的地方 是想要襯托出葉子的部分 佛樂小人國藝術裝置 民眾還可以品嘗到 風味獨特的佑花茶 搭配山藥泥和柚子醬所製成的茶點 民眾在管弦樂的演奏下 體驗古代文人生活 一講到麻豆 大家都會想到文旦 卻不知道 柚花也是麻豆重要的特色 台南市政府希望藉由柚花藝術節 讓民眾有機會一清柚花的方則 記者王少文 張穎杰 台南採訪報導 高層 到達後 有端花藥 有端花藤 也聽不懂 有端花藥 在這裏 後 也聽不懂 有端花藥 讓我來看 有端花藥 有端花藥 紅花藥 也聽不懂 有端花藥 那是 有端花藥